是11岁干销售的 想带大孩子11岁去家上学 他妈和孩子很不支持 老师指导一下 你会发现 这个伙计和他老婆和孩子都尿不到一壶 你看爹带孩子出去上学 孩子不愿意 所以我一再说 你这事我不能指导 我改变不了别人 我更不能劝你们离婚 上次我提到过 就是那让人窒息的一个小消息 就是那个女孩子 应该是名校毕业 坚持考公务员 考了多少次没被录取 然后最终坚持考 考到33岁 在出租屋里给饿死 所以你会发现 他认知稍微有一点改变 不至于被饿死 他这么一死 他父母就活得更辛苦 据说他临时说 还借父母好几万块钱 这个大西北的农村呢 你借父母几万块钱 让父母怎么还 所以有的父母养孩子 是为养老的 有的父母养孩子 是为了逃债的 有的人买房子 是为了养老的 有的人买房子 是养老是为了养房子的 我再再多说一点点 为什么我老建议就是 除非你没有能力 有能力的话 让孩子尽早出去 还有一个 你基本上没有能力 多数家庭没有能力 你自己要明白是非善恶 不要让孩子这么容易被洗脑 但事实上孩子容易被洗脑 为什么容易被洗脑呢 我给你讲一个道理就知道了 当你能挣钱的时候 你更喜欢的公平正义 是平均还是公平 当你不能挣钱 当你不能挣钱 你花钱的时候 你比如你是一教授狗腿子 让别人给你钱 或者是你是孩子 让父母养你 你更喜欢平均 还是更喜欢公平 当你辛辛苦苦挣钱的时候 你更喜欢什么 所以你会发现 凡是亲自挣过钱的 主要是老板都喜欢公平正义 他的公平是每个人的付出 和收获成正比 凡是自己不挣钱的那帮东东 特别是孩子 包括这是地皮流氓 脑馋 吊丝 包括所谓的专家教授 因为他是靠牧羊权 靠当人家的狗腿子 让别人给他分钱 这帮鸟人特喜欢平均分配 所以这帮鸟人 本能的叫左倾 严重的极左左倾 你就理解 左倾左派就喜欢平均 右派喜欢公平 谁干的多 谁拿的多 所以真正明白的 创造财富的人 有事实施 著名的真正的知识分子 真正的社会动良 都知道关心社会 让社会追求公平 只有公平 能干的人得的越多 他才会能干 如果你平等的话 你让能干的人得的少 能干的人他就不干 然后所有人都穷 你上了年纪的人 你一定经历过那年代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孩子容易被洗脑 年轻人为什么有所谓的乌托邦的 流氓的扯淡的理想主义 他那个所谓的理想主义是有病的 因为他不是因为挣钱 他不知道挣钱有多难 你知道你稍微一洗脑 他就认 你看那个穷人 为什么穷 都是富人的剥削 这把穷孩子一接受 对啊 然后他又暴打不平 嫌得自己很仗义 然后你说你们一定要知道 孩子他是个花钱人书 他很容易被洗脑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教授容易当狗腿子 因为只有当狗腿子 当舔狗 他的经费 科研经费才最多 那野生的教授全靠能力 他才不舔狗呢 所以这些东西你们得知道 当你们知道 孩子有这个特点的时候 你一定要关注好孩子的教育 他一旦被洗脑就回来 就改不过来 你为什么让孩子 比如说有的太多的 让孩子出去都不愿意 第一个外边不安全 对吧 外边割肾 第二个呢 我不出去 出去不爱过 我不离开我的家乡 我不知道你们注意了没有 小孩子最容易接受这样的理念 你比如越成年人 对我来说 你会发现我没有一点理想 我浑身充满了肉欲 我满脑的关注的就是我家人和我弟兄们的生活健康 生活幸福 我其他什么都不关注 你别跟我讲大道理 我没有大道理 我连竹马店都不在 你还要让我在别的家乡啊 所以这些东西你就慢慢你就知道 还有一个呢 就是如果你们条件好一些 你们是老板的话 你们可以带你们的老婆 带你们的孩子 跟着我参加商务游学 我这将近一年多呀 带领将近一千来个老板 跟我出来看世界 我发现有一个特点 就是越来越多的老板 是夫妻俩一块跟我看世界 还有一个现象 就是老板出来之后呢 又派他的高管跟我出来看世界 还有的夫妻俩感觉不过瘾 又陪到孩子一前看世界 这个现象是越来越多 有的是未成年的孩子 其实严格意义上 我的商务考察更多的是面向老板 但是呢 顺便解决了大家看世界的问题 我发现这个现象很有意思 基本上就相当于他们说这个 跟着我这个七天的考察 就基本上把脑袋能洗过60% 我推测就是相当于听了我两年直播 所以这个你们自己 根据你们的情况自己来判断吧 然后我这个第四季度呢 还是安排日本西马泰国和印尼 另外我加一个中东或东非 上次这个东非没有报名的 我就黄了 就像四月份我去印尼没有报名的 也黄了 结果这次我带了三十来个同学去印尼 第一天 几乎所有人就一个感觉 印尼来晚了 应该十年前来 当然你没有来过的 你肯定对印尼没感觉 你满脑袋都是排华 对吧 你满脑袋都是垃圾信息 你到了之后你突然会发现 应该十年前来 所以都一样 看看世界 看看真实的世界 我十月份先带大家到日本 先到日本在中东 你们没跟过的 我建议都要去一趟 旅游不算 你不要旅游 旅游一点意义没有 你真正的跟着我看商务 七天时间 大概至少见好几十号人 各种类型的人 专家教授 企业家 百年企业的传承人 都和你们在一起聊天 还有我们这个出海企业的老板 都会跟你聊 他们出海的感受和经验 然后另外最后一个呢 如果你们不是这个老板的话呀 你就别花这个钱了 我不好意思要你们钱 你们就多听我直播 你说多听我直播 不能看世界什么 你自己出去旅 自己自由行算了 自由行便宜 自由行就买个机票和这个 和住个酒店 它相对便宜 跟着我的话 商务考察 我都是安排的是最好的 吃入行都是最好的 太贵 你们不是老板 你们自己节约的花就行 但是就不想再来 我们就要 想转了 我 不想再来